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得非常渺小 到底有多大我们可以想象 T282于1999年生产载重量为327吨 T282B为升级版2004年投放市场 采用西门子利波海尔交流传动系统 有多种动力配置 最大的一款柴油机DDCMTU20V4000为V型20缸 排量90升重10.5吨扭矩为14457纳米 轮胎使用的是米其林的5680R63 或者普利斯通的5980R63 最大车速为每小时64000米 它的363吨额定载重量是目前世界最大的 同时利波海尔T282B 是柴油机动力驱动的双轴四轮卡车 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交流电汇和动力车 外形尺寸15.3米乘9.5米乘7.8米 最大功率3707马力 2725瓦特 额定载重363吨 一每吨等于907.2公斤 控车质量230吨 车厢容积222立方米 目前此车的售价在17000万左右 实在是土豪才能买得起 开着这辆车走路上 可以想象比任何好车都拉风 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我们 更多精彩创业视频 关注直播创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